歡迎大家收看八時供候 我們今晚討論教育 分別訪問兩位校長 討論如何將傳統價值觀及哲學 融入現代教育裏面 第一次節目訪問 香港道教聯合會 玄園學院第一中學的簡偉雄校長 討論道教的價值觀 可以怎樣在現代教育裏面都有一個形容 簡藍長你好 你好Oscar 很多家長或市民或學生也好 可能都會覺得道教的思想 會不會比較傳統 會不會比較甚至有少少老套 究竟在現代教育裏面 道教的思想是可以怎樣融入現代教育裏面 其實你現在說道教思想 怎樣融入現今的教育裏面 其實反而我會覺得道家思想的一些智慧 其實現在往往都是 雖然有人會覺得有些是老套 可能會這樣感覺 但其實往往現在都是融合在現今的一些教育的智慧上面 其實你剛才問的問題 反而我會想起兩句的道德經 第一句就是道德經的三十三章 聖人者有力 智聖者強 正正我想很多時候我們都教我們的學生 要戰勝自己 很多時候現今社會都很富裕 很多條件他們都具備 但往往有時候學生要懂得 除了他們要不斷求進之外 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戰勝自己 例如說他們的一些心魔 或者一些能力等等 我希望他們天天能夠進步 戰勝自己 做到每天都能夠做到第一 這個正正就是說 在道德經經常都希望我們一般的市民也好 同學也好 都能夠戰勝自己 就是智聖者強 另外我想有些道德經裡面的智慧 其實都是 很細水長流地滲入 我們現今的教育裡面 譬如我剛才所說 我會想起道德經的一句說話 就是上善弱水 我想道家思想裡面有一種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不爭 謙卑等等 我想在這個概念上 水也是在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它是有不同的形態 好像剛才所說的 水有不同的形態 亦都是與人不爭 亦都不求回報 正正也是我們希望我們的學生 能夠在學習上也好 做人處世也好 都能夠懂得謙卑 感恩 不求回報 我們希望它能夠在社會上 能夠做到這些價值觀 所以學校教育的理念 教育的無論理論 或者教育的內容 譬如我都看到 你們會教學生機械人 AI 電腦課 這些東西就是隨著科技進步 都會調整教學內容 但始終基本的價值觀 以及道德觀念 那些東西一直都不會改變 跟以前這麼多年的教學理念 都是一樣的 其實知識 我想一直在進步 對的 好像等同於我讀書的年代 到現在已經都不同了 因為坦白地說 我自己讀電腦出身 我很記得一件事 就是我畢業那一刻 那個畫面是黑色的 我想知道什麼叫黑色 就是DOS的年代 畢業的時候 是一個彩色的年代 就是一個Windows出現的年代 我發覺時代是不斷進步的 我們年代很近 對 很近 一直在改變 知識是推陳出身 也是人類進步的一個現象 但我想一般的價值觀 是不變的 我們在說的責任感 我們在說的堅毅 我們在說一些不同的價值觀 其實永遠都是這麼重要 而且我想是不變的 我想更加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希望我們學生能夠在現這麼急速改變的社會裏面 它能夠持守到它們本身一些核心價值 其實在以往一些傳統智慧裏面 都具備了這件事 會不會覺得反而是更加重要的 特別是香港這一年 剛才都談起 有些今年準備考DSC的學生 上半年可能上半學期 經歷了一些社會運動 下半學期又經歷了疫情 其實香港這一年的變化也很大 面對的挑戰也很大 會不會在這個時候 很多的價值觀 或者一些對於一些傳統的哲學 可能比起一些課本上的知識更加重要 有些老師教 可能教道德課的老師更加任重度緣 會不會覺得是這樣 其實是的 因為我想正正我們體會到 今年有兩個很大的事件 發生了修例和疫情 我想在這個過程裏面 作為一個十多歲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都是很大影響的 經歷這些事情 他們更加要有一個耐性 韌力 堅持 去度過這種事件 我想正正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盼望 我們老師也努力 希望他們要提醒 或者要記住這些核心的價值 讓他們繼續前行 我也很希望 我們的學生也好 或者全港的中路學生也好 在這件事件上 都能夠繼續堅持 以及向前往 以一種積極面對的心態 去面對將來 因為很坦白說 未來我想他們都會有種種的挑戰 跟著下來 其實剛才校長也說到 兩件事 我也覺得很深刻 首先要學生 在一些導家思想裏 首先要去認識自己 自己去自成 明白自己有什麼長處短處 第二件事是你說不憎 但有時候是不爭是爭 即是你有時候 你不是很激烈的人 很主動的人 反而你可能得到的回報更加大 是不是這都是一種 你們想教的智慧 即是不是完全放在那裡 什麼都不做 而是先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長處短處 那種不爭是爭的精神 其實不爭是爭的精神 其實我也同意 因為其實其中一種很重要 我想剛才我也有跟你分享過 就是說一個人 即是學生 他們本身的原型知 他要自己 即是知道自己的亮點在哪裡 是 從而就是他們可以紀律自己 自律自己 向著自己的目標去進發 這個是重要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 我們都很多時候說 對於未來一些小朋友 我們說 我們要培養他們的知識技能和態度 但我覺得有時候更加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 他們是能夠做到自成 即是要認識到自己 他認識到自己 他就能夠往前去 即是那三個英文字 A.S.K. 可以即是態度和知識 能夠自己去慢慢去收集 或者掌握或者去進步 我覺得最重要 他們能夠知道自己的能力 的位置在哪裡 這是我在學校裡面 我們很多的同事都很希望 創始很多不同種類的 即是活動也好 學習 即課程也好 希望他們能夠意識到自己的能力 從而定立到自己的目標 所以校長剛才你也說 你去看學生是否聰明 不只是在書本上的成績 看到學生 其實他未必是在書本上那麼聰明 他在其他方面都可以發光發亮 是的 其實都有很多這些例子 因為最重要的是 同學是天生學才 即是有他的不同的良點 可能在傳統香港的教育制度下 我們有一套的標準 公開考試 拿幾顆星就代表他的成就 但我覺得在我心目中 每個孩子都有他們的潛能 最重要是我們能否擺放到一個好的土壤 讓他自身其中 發光發亮 其實我們在學校裡面 都看到很多這些例子 有些同學未必跟書很有緣分 他遇到很多挑戰 但往往我舉個例子 例如有同學在劍擊上很有天分 他在學校學劍 可以循序漸進 一路一路學 可以晉身到港隊 甚至現在是全職在體院裡面的精英運動員 我都看到 他亦都在過程裡面 自省到 原來可能他未必在某些科目是最強的 但他發覺他在運動劍擊上很強的 他去到外國打劍 他反而反過來 他發現原來語文很需要 因為他發覺去到一個國際舞台打劍的時候 他發覺原來溝通全部用英文 反而他回到學校 他更加著重語文學習 我想他們目標清晰 所以其實做老師和教科學 最重要是發掘他們的專長 讓他們有自信 以及未來可以應對自己的挑戰 是的 因為我都覺得 在社會上有不同種類的人 社會上不只是要醫生和律師 要有不同能力的人 要做不同的崗位 不同能力不同崗位的人 都具備有不同的能力 我想最重要是 如何發掘到學生本身的潛能 今天和簡慧雄校長聊天 都學了不少東西 記住兩件事 就是上線約水 以及要自己自省 自省者強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歡迎繼續八時公後的訪問環節 我們今天來到優才孫的小學部 訪問陳家衛校長 陳家衛校長也是人愛校長會的創會會長 不如先問問陳校長 一會兒跟你講教育理念前 先講一下為何要創辦人愛校長會 因為坊間有很多不同的校長會 人愛校長會和其他校長會有什麼不同 其實在去年 即是2019年5月左右 其實香港教育界發生了一兩件事都很震撼 一個是輕德事件 出現了影子學生 後來校長也辭職 又有教育局派了一些人進入校董會 接著就聘請新校長 很多事 為何這樣 校長不應該很誠實 為何跟老師的關係有些緊張 在天水圍更加有一間學校 有一位圖書館的老師興生 甚至在學校裏面 校長成為眾志之的 這個會亦即時反映 我們看到教育界有很多壓力 發生的事件後如何善後 因為其實老師一定不開心 學生一定有些害怕 或者心靈有些脆弱 如何去支援這些學校 無論是他們的校長 其實我想校長有校長的難處 學校的管理也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我們覺得是時候 找一班自同導學的朋友 梁紀昌校長是退休的 他是先餘行的校長 你也知道他 其實都很關心學校的事 也關心特別是基層孩子的教育福祉 其實要一間學校 開心做得好 其實是由上而下 如果校長是富有愛心 也能夠感召到一班好的同事 跟他一起去打拼 自然有力 有力的學校的資源是多麼薄弱 那學校都會做得好 所以我們抱著這個心情 梁校長就說 既然這個會是以關心校長為主的 就是校長會 但是香港有很多校長會 其實我們最想做些甚麼呢 我們覺得在2019年的下半年開始 香港的社會都很紛亂 坦白說人人都在水深火熱之中 沒有人開心 每個星期六星期日就如坐針尖 甚至上學都可能成問題 我們覺得我們要回應時代 時代的價值是怎樣 究竟我們香港有一國兩制 教育一定會受到經濟 社會和政治的影響 作為我們培養教育下一代 我們都希望下一代能夠知道 有哪些事情他們應該做 還有他自己也都 因為我們也有個情況 有些研究說 大學生說粗口變成了一個 norm 我們覺得這些事好像很不能夠接受 這是一個理大調查 另外社會上出現了一些佛系的青年 佛系很多時候都不想去爭取 但香港是一個活力之刀 香港又要和世界其他大城市 上海、新加坡競爭 佛系不是錯 但如果太不懂得發揮自己的天賦才能 這與品德有關 因為過往香港賴以成為亞洲四小龍 東方之珠都是我們上一代的人覺得勤奮 這一陣好像薄了很多 我們覺得無論是… 因為青少年一定對政府有向往 但如何將自己的精力時間 去好地貢獻回社會或社區 我們希望做些事 就是宣揚正能量 因為這個世界永遠都是自怨自艾 或者是很緊張 大家都很緊張 但亦都可不可以發揮大我精神 我不是只有我 我原來有家庭 我原來是有個社區 我的社區就是旺角區 我的社區就是觀塘區 我們希望社區好 再闊一點我們有個社會 社會一起建立 七八萬人在小島上 從漁村慢慢建成到現在 大家都安居樂業 不至於失業率很高 當然樓價很高 或者上樓能力困難的話 可能全球性都是這樣 不只是香港 我都希望透過教育 其實我們不能透過… 我經常說選言語能是不對的 是教言語能 你要教了一班人 是言語能是德行好的 即是他的私心是小一點的 他是為了工心大一點的 然後透過選舉 很公平一人一票 但是我們都要… 教育是我們工作 我們都希望得育行先 得育是主體來的 那財幹其實就自然… 你都跟我說過喜歡多元智能 其實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智能 所以只要德做好之後 其實他的才華就會跟著你 所以人口校長會就是… 著重於培養的品德先 校長會其實都不限於… 不同界別的校長都可以進去 不限宗教、不限學校背景都可以進去 是的 我們創會有12個委員 我覺得刻意每一個都是… 主要是我密識的 有些是幼稚園校長 有些是小學校長、中學校長 還有特殊學校長 他們都是很資深的大部分 都來自不同的宗教信仰 我自己是天主教徒 但是這個會裡面有佛教徒的校長 也都有基督徒的校長 也都是沒有宗教的校長 我希望一個和而不同 不過我們有信念的 人口校長會就是推動孔子的人 印詞的人 以及基督文化的愛 我們就叫做以人為本 以愛傳愛 就是我們這個人口校長會的宗旨 如果我們做到的就成功 如果做不到的就是多餘的 那麼多個校長會 你再做一個校長會做什麼呢 希望可以在這些精神 在不同的校長裡面傳播 然後由不同的校長 再帶回到他們本身的學校裡面 我覺得校長是一個皆無理 是一個社會的指標 我們早前去了捐血 因為血腹告急 我們要回應的時代 既然有些人是撲口罩 有些人是撲洗手液撲廁紙 但是社會撲血 我們幾個校長就去了捐血 希望人家看到校長也捐 不如老師也捐 不如家長也捐 或者大學生也定期捐血 另外我又知道 有個朋友跟我說 山頭有很多口罩有很多垃圾 我知道之後 亦搞過一次一起帶一些工具 去清理山頭的垃圾 收拾了十二多袋的垃圾 我覺得都很開心 因為一方面 其實透過服務 其實是會有樂趣的 不只是享受才有樂趣 其實你一個人的校長會裡面的精神 和你自己本身做了二十多年 優長宣的校長 是不是都有些關係 是否以前二十多年裡面 做校長的時候 都是根據這些原則 以一個得行行先才去學術 其實都有一個明顯的分界線 因為在四十歲之前 我都專注於研究知憂、創意、多元智能 四十歲之後 我就追求人生的理想和價值 我就跟了霍都會教授 學習生命如學和生命佛學 我覺得原來我才這樣 原來霍教授是可以這樣做的 我深深受感召 另外近年我都去了武道 我都是天主教徒 我覺得原來中國文化 我一直都很向往的東西 和天主教的普世價值是可以契合的 其實是沒有什麼排斥的 我都希望我覺得是好的一個經驗 就是道德文化之能 跟著再走上去一個叫做宗教及心靈之能 甚至宗教其實 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我心目中 是同多於二的 就算佛教在神父眼中 其實都可以接納的 其實大部分都是請別人向善 因為佛教 尤其是現在新冠狀病毒 我很有體會 為什麼人要慈悲呢 原來是生命共同體 雖然他不是你不認識的人 但原來他感染了 最後他可能會感染你 我們亦都要是眾生共同體 即是說動物我們都要善待 你要吃他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有時你不要濫殺 亦都不要殘殺他們 因為他們都有生存的權利 如果你說有些家屬、家禽 我們都盡量吃素 但那些吃肉都沒有問題 所以校長簡單講句 教育是以一個道德價值 可能勤奮行先 其實學術的成績反而比較遲料 亦經講 自強不適和厚德在物 就是中國最基本的兩個 最重要的價值 如果做到就是一個中國人 今天很感謝 邱財宣言史學部的校長 陳家偉校長 同時都是人愛校長會的創會會長 講了這麼深奧 還有這麼有用的教學理念 的確不幸是比一切重要的 今晚白日光學時間的參與 每一個比賽 進食學期間的孔性 就有一個小孩